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张怀烈中医师 好,回到这一节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在我背后出现了肥妈 那你一会儿会招呼一下她,烈大夫 对啊,对啊 没有了胃口啊,立刻没有了胃口啊 减肥妈就对啊,看看她多一点 哈哈哈哈 二大夫人,我们上集也有说过 中国的神秘肺炎 这些小朋友有白肺 就是白色肺,不是白肺武功的肺 白肺,有很多疾病 那你也解释过了 有很多种病毒株 在口叉了你 你的看法就不相信是一个 武汉肺炎再进化的版本,是吗? 我自己个人,我们以前在节目也说过很多次 当初错误的防疫政策 包括全世界要共用群体免疫力 他走来玩清零风控 好了,当这个世界已经适应了这种病毒 他那一刻才后知后觉 然后错误得来又不赢 然后又要开表较大会 然后就不停是为了自己的错误来歌功重得 然后盖真相 好了,我自己个人觉得 好了,这次呢 譬如在大陆爆这些儿童肺炎 无论是七大高手 十二大高手的病毒 八大金刚啊 八大金刚啊 全部拌出来 不管有没有武肺也好 其实呢,我自己个人相信 暂时是被洗牌的 因为你说如果真的要洗牌出一种新的病毒株呢 其实都要一些时间的 那其实原来呢 现在在大陆肆虐的一些儿童病症的肺炎呢 其实可能都是原本的 我们在几年前 在欧美世界去经历过的同样事情而已 但是因为错误的医疗政策 和错误过分政治化 然后取态 然后令到这个党内 希望维稳的这个行轨 就会导致到 现在大部分中国地区的人都没有那个免疫力而已 所以原来可能 他可能是第三代、第三、四代 他都未变的 但是对于大陆的人 因为错误医疗政策的指导之下 他就连这一阵都抵不住 所以才会这样爆发人 嗯,我现在有一个看法的 列大夫 你也知道我作为民间特首 并不是浪得虚名 我一直以来都会看一些 有些步骤在先几步 作为一个领导人 就一定要有一个前瞻性 还有就是说给大家 喂,那里有水源 喂,那里有陷阱 就是避重就轻的 但是特区政府当然就是踩了屎 没有水喝 他就去找井 就是会是这样的 这个情况 我现在看到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星期 几十万、几十万人 这样去上大陆 而香港里面 在过去这几年 对这个武汉肺炎 用这个动态清零的方法 哇,又消毒 又口罩 又被那些小刊戏 那些面罩 是不是 就是层出不高 但是到今年 还有很多人在戴着这个口罩 我有理由相信 再加上那些科兴 那些废柴疫苗 根本没有用 没有用 之外 也是令到武汉肺炎的抗弱性 是纯了 那方面的事情 我有个想法就是 其实如果香港人 现在这个抗疫的 或者是免疫的能力 上大陆 中招的机会 是不是都会高呢 我们一早已经是中招了 一早脱了口罩 让身体适应与病毒共存 就是换句话说 他怎么变种 我们都会有一些能力 跟他沟通 去接纳他 在身体里面 就是减少那个冲击波 但是你从头到尾 躲在温室 你突然之间 以为他恢复正常 去回北边去旅行 突然之间 透露着这么多 这种的细菌 或者coronavirus 这种病毒的 环境之下 其实香港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都很危险 就是很容易不堪一击 都会爆发 带回一些东西 这个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就是我们首先要关注在大陆 本身 他现在的感染 是有洗牌 还是没有洗牌 假设 就像我刚才说的 没有洗牌 没有洗牌 但是他又合并多种 不同类型的病原感染 无论你是打完科兴 还是做完任何的工序 但是始终 大家记忆中 他之前封关的时间 是很久的 所以有很多香港人 本身 他在通关之前 他仍然不愿意回去大陆消费 但是一封了一年多 这段空窗期 就会导致两个社区的群体 他本身隔绝了之后 他慢慢的免疫能力就不适应 所以就算不用牌也好 你现在隔了这么久 然后早几个月才开关 但早几个月 因为天气的问题又被爆 因为早几个月还是夏天 还是暖一点 好了 一入冬了 大家的免疫力又会降低 而同一时间面对了在大陆 他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不同的病源 病毒株 包括你可以是母肺 母肺 无论是Omicron 无论是Douta 好了 然后再加上 冠状病毒 再加上流感 甲乙丙丁 然后再加上其他 柯薩奇病毒也好 然后全部混在一起 你隔了这一年多 然后香港人本身 对抵抗 在大陆错误医疗体制之下 濫用抗生素 是打点滴 然后是不是发烧的时候乱用药 可能细菌加病毒 再合并感染的 我不当病毒洗牌 变成一种新的东西 你现在这一刻 再回去消费 再回去炼瓜 吃饭 其实你染到 你都不知道染了什么 所以现在这一刻 我们这些人未然兴 没办法说他的医疗政策 但是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一刻的香港人 你这几个月 还没爆疫情 还没爆一些合并感染 你现在这一刻开始爆 你这个关要不停 深圳夜奔分 夜奔周 很开心啊 中港两地交融啊 然后呢 提升经济的活力啊 这一刻 其实往往就是最容易 爆发一些新的合并病毒感染 如果去到第二个层 这一刻 未来 我当半年 一年两年 真的开始病毒洗牌 又爆多一只新的蝙蝠果子尼啊 武汉肺炎啊 尸头 不知道什么名字都好 真的爆出来那一刻又再来的了 所以 现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本身的关 已经是鬆的了 鬆得来 之前错误 在国家错误的医疗和封关政策之下 导致大部分中国内地的人 他对于现在合并病毒或未来的洗牌 的病毒株和细菌 已经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现在这群人就全部是带菌者 带病毒者 然后你再回去接受病毒 所以香港就一定会沦合 如果你在医疗角度说 嗯 那也挺投奋的 是吧 那你最近四间诊所在香港 会不会多了一些上呼吸度感染的病 的朋友来求诊呢 不过是有趣的 暂时呢 我们相信有个timelake 有个delay的 那我们反而在英国诊所 最近就很严重 因为呢 其实在全球 一入冬 永远都是冬季流感的 旺盛的时间 所以呢 刚刚我们也叫一下 慎仔医师 然后拍了一些冬季 现在人们都咳到脖肺 因为这边的温度急降 有很多香港人还是比较怕冬 所以他就喉咙不舒服 有咳咳症状 所以反而上呼吸度感染呢 我们现在在英国的诊所 是更多 这么大气 但是 你说得对的 你有个lap time 你要等它下来 然后开始 酝酿了一个 population 然后你将那样东西再感染回来 是一个的时间 是啊 会的 如果大家有 曾经玩过 在Apple Store和Android 曾经有一种很出名的温宜公司 那种就叫瘟疫公司 那种温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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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病毒化細菌 但是你由原发点 然后去到远端再传播 你永远要等几个月 所以没有这几个月 人群的载体是不足够的 所以现在我们叫做 大陆的新闻刚刚报出来 然后大陆就封锁消息 然后就说 这个是虚假的程序 假的某些厨房抹黑 好了 这一宗新闻是两三个礼拜前 所以它要酝酿的 它要酝酿到什么时间呢 这个就是我们终于说法 这个叫 东霜于寒春必病温 意思就是 如果我自己 按照我的中医的角度来说 现在入冬的时间 开始爆发一些案子 它要酝酿那些人群 然后变成大规模的传染 起码要三个月后 那就是春天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农历新年 就是你当二三月 又会有一个波 但是这次呢 如果是没有出现病毒洗牌 没有出现细菌突变的情况下 那其实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嗯 我的看法就是 有一样好的地方就是 香港人呢 希望他们的个人护理 卫生意识就提高了 那就是 在资讯不流通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人都怕死的 那就是可能他仍然会戴口罩 消毒药水 那这个就会减少了某个程度上 这一个扩散的病毒 另外第二样东西就是 香港今年的冬天呢 我们去见了总理 韦哥啊 他们沿街呢 那样一毫 他们呢 全部都是穿短褲 拖拖 短袖衣 那样的 这些地方 就是不要在家里面的窗户啊 就是整天都关掉 等于家里的通气 可以流通多些呢 就会减少这个感染的情况 因为始终都是 Airborne的嘛 他们是上呼吸度感染的一个 的疾病来的嘛 是啊 对啊 刚刚第一个 我们从来都不是Brain 某一些人呢 戴口罩 但是呢 这个确实是对于很大部分 Airborne的一些病原体 上呼吸度感染的一些病毒 是一个很好的阻挡 但是永远就继续戴下去了 你没有办法以真面目示人 所以呢 我就建议了 我们用回我们之前说的 日本人的做法 你如果没有病的 你就不要戴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 同住的人 你有病的 你可以戴 你病好了 你就除了 这个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空气流通 那如果在香港 在亚洲地区呢 那其实开枪啊 它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 英国呢 最近爆得这么厉害呢 因为天气冻了 有很多人是不开枪的 是 然后困死了 譬如 老公病了 然后呢 老婆 儿子 狗 猫一起病 是整个人 大家是不开枪 开暖气的嘛 就是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自然容易整个家庭 而且我们留意到 在英国很多的朋友呢 最容易病的是什么呢 是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呢 他们会上学啦 然后在幼稚园也好 在小学也好 然后呢 他们呢 整班小朋友呢 混了 然后整班病了 然后呢 就小朋友呢 带回家 又传染了他爸爸妈妈 所以呢 这一样东西呢 就跟小朋友是不会戴口罩的嘛 所以我们要注重的就是 小朋友会戴口罩 戴朋友的口罩 戴朋友的口罩 戴他自己的口罩嘛 那些口罩 是啊 是啊 乱了 乱了 所以呢 我们的建议就是 你究竟用不需要用那些酒精来消毒啊 那些没用的 那些是绝对没用的 如果你说真的要 如果大家可以提供一些空气清新机 尤其是在房间里面 你需要做到隔着病毒的空气清新机呢 你可以放在主人房 小朋友房 其次就是呢 有一个挺好的设备 其实就是 我记得是日本公司的 它是有一个类似紫外线的一个机 那个机呢 就是 譬如你经过那个范围之下 你大概10至15秒呢 它就会杀光全部病毒的 但是当然 那个价钱挺贵的 但是如果大家看一下 会不会afford到的话 可以在家居 在corridor的位置 就是你入住的位置 你就做这一架机 而这架机呢 如果你不是超过接触10分钟呢 对身体和皮肤也不会有影響 所以这类的现代科技呢 确实是可以令到细菌和病毒消失 嗯 不过我也是说一句 强身健体 自己加强自己的免疫能力 就是醉黄度 大家斟酌 注意饮食 均衡营养 是吧 勞日结合 多些休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多些喝水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 说真的 我也很幸运 就是 连续两年都没试过感冒 就是touchwood 就是touchwood 就是在加拿大之后 就是两年都没有 没有在冬天 通常呢 我们在列大夫做了这么多集呢 我个人的一个生理时钟 去到11、12月呢 就因为醋热太多 人就容易出事 但是自从我戒了喝酒之后呢 就真的好了很多 真的喝少了酒之后呢 我个人就少了一个醋热 就变了爆感冒的机会 就真的少了很多 是 尤其是sakke 因为sakke呢 他本身grypton很重 所以他特别容易引起发疑 那 我现在呢 因为我在筹备录奏 这几天都喝了很少酒 喝酒少了 那 希望可以支持到去出场 然后才生病 出场完之后 你也不要喝这么多了 是吧 是啊 我都在减肥 减肥 你看肥妈的样子 你就立刻减肥了 列大夫 是啊 没胃口 好了 为什麽要拿肥妈出来祭旗呢 那就是 唉 我还是很不明白 其实如果我是一个媒体 我是一个编辑 我的採访主任 或者是一些採访记者 回来有新闻给我 你知道吗 肥妈说 他根据股方 就是 用童子尿 去医奶疹 很有用啊 他说 还要是 那些小孩 小孩 还要记得 还要乱 然后呢 塗在嘴上 塗在嘴上 塗在顶上 不准洗 醃它五分钟 然后用清水洗 自奶鲜 就很有用啊 你相信我 相信你一成 便宾州失灵了 肥妈 你叫人家上大湾区 吃这个淡水鱼鱼生 你都可以说出口的时候 还用尿疹 他这样去拿面去奶 不是 用骨子尿 敷面去奶疹 他说他的孙子也是这样做的 李大夫你信不信 我们可以由中医角度说回 中医有没有这种事呢 其实呢 我们中药里面 我以前也说过 我们有一种药 叫人中白 是 人中白其实就是 不是尿 人中白 人中白 本身的制作 其实确实 我们叫做 找健康的男童的小便 然后呢 就是童子 跟着呢 就在一个尿兜 你当是痰罐 跟着呢 它下面会有一些沉积物 然后沉积物拿出来 它是变成一个结晶 它是一个固体的形状 原来是入药的 治疗的 治疗的作用就是可以化痰的 可以清热解毒 抗火的 好了 但是当然我们有其他取缔的草药 药 药物 为什么我们又要用一些 以前古方记载 但是有些人是会抗拒的 这些药物呢 这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 一些比较虚无缥缥 譬如道家 以前说 用图子尿 用来清 静身 或者令到自己的气化会好些 就是练气功那些 但这一样东西其实从来没有考究过它真正的科学性 所以我们如果说肥妈无端端在网上在教人 不要说现在同子尿 他以前教人吃淡水鱼 鱼山 你不就生技身床 好了 你还要说 帮小朋友医奶鲜 或者皮肤敏感的情况 因为为什么会义鲜呢 奶鲜其实就是初生婴儿 他真正的机制是来自什么呢 小朋友他的免疫能力是未发展 在未能够完全令到他的免疫系统机制是发育完成之前 他就会很特别容易令到某一些过滤性病毒 或者他自己的腸围对某些食物 他会有一个敏感的情况 所以他才会表达在皮肤上 好了 这一刻你原来还将一些尿液 放在自己的皮肤上 我可以跟你说 如果他不会产生了皮肤敏感 已经是慢行的 如果他的刺激性 包括尿里面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理论呢 我估计他了解到某一些护肤品 有一个成分叫尿素 尿素就和尿液里面的浓缩度 和分子结财是不一样的 他以为这个尿素就是可以护肤 但其实尿素和尿液里面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尿液最多是阿摩尼亚 阿摩尼亚直接接近皮肤 你去到最后 有可能会白色 你不单止你的奶鲜 这个功效 但依然不好 你还有机会让自己的皮肤 因为阿摩尼亚浓度过高 而导致皮肤的黑色素 掉落 而导致脱皮 敏感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科学的 童子还是不童子 这些都是以前虚无缥缈 这个怪力乱神 当年封建年代那些 我们在科学的角度 其实你不可能喝尿 除非你的尿 是真的好像做了 Bill Gates 那些佐嘉华尔街 那些都做了 那些科学的 可以将一些装备 令到非洲的儿童 可以喝光正的食水 那些装备 过滤完那些就是水 那不是尿 那你说尿的apply 在我们中医 就只有日中白 童子尿就是度家 修行 当年那些东西 就不关中医生的 我还记得 有些小朋友会有 腌尿布 濕了 迟了换 你看看他这些 很fegile的皮肤 delicate的皮肤 全部都起了 红泡泡的 比如小朋友 我也照过小朋友 有时候 迟了帮花博蓝 换片的时候 他的屁股全都红了 你马上要塗一些 潤枯膏 让他回复正常 你腌红脂尿 在臉上 五分钟才洗 你想想 效果是否和你的 阿玄独尿 醃在皮肤里面 没有清掉 是同一个原因 一样 是的 对 所以 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 接着我就觉得 你自己打飞机也好 你不要害人 正如我所说的 如果我有一个 我是给一个编辑 而我的编采 主任 记者 给我这样的新闻 我是不是打架他们 就是这些东西 你怎么去报出来 其实你是没有 这些人摆明 这些人是低智商 没有学会 是不是 妖言不惑众 混淆视听 你是其实 不应该再给一个空间 对 媒体的道德 就是 如果我们 我们连共同意 都过不了 你就不要这样去害人 因为有些人 始终这个世界 什么人都有 有些人见过 那报道就相信 这件事 包括刚刚你说的尿布疹 或者肉瘡 其实很清楚 你试一下 你用尿 就这样摆在面上 你可以做实验的 接着你肯定 又红 又痕 可能发炎 是吧 这件事是害人的 我们就不应该宣传的 好了 我们说回一些孩子 就是 你刚才也有说过 孩子有些奶疹 我看到有时候 有些孩子 因为可能那些人 还未展示得好 因为刚刚出生 没多久 很多时候会有玫瑰疹 其实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的诊 有些红点 複裂 臉有些爆刹 这些情况 那些初生婴儿的家长 其实要怎么处理 这件事 特别是夏天 冬天 冬天就是可能家里 又怕到很暖 又等等 其实这个BB 我可以告诉各位家长 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BB会冻出 适当的保温 是足够 但是不要over dress 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一个BB 不止你们 你们已经死了纳狱 就是人之将死 这个Metabolism 是很慢的 BB是你想想 你发芽的时候 那些花草树木 又会 翌日看到 它已经有几块叶 都飙了出来 因为它要加速增长的时候 它的Metabolism 一定是强的 它们就像电子小 小月暖炉那些 很热的 所以你烤到它们很重要的时候 其实它们很容易会有诊 所以这一个情况 过去爸爸妈妈 就是要小心看清楚 BB的体温 家里面流不流通 也就是BB 是不是要穿很多衣服 千万不要弄到冬天生热匪 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对啊 对啊 我们最常见BB的皮肤问题 其实第一个就是奶鲜 奶鲜 我们就是刚才说的 免疫能力 飙升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濕疹 濕疹就是 他真的吃错东西 或者他本身基因里面 他妈妈的身体有些热毒 很多人都会说 很多人都会说 都可以的 包括他在驼BB的时间 他可能吃了蟹 可能他吃很多奶类的製品 吃芝士 或者吃一个妈妈本身敏感 然后再加上 爸爸妈妈本身的体质 就会导致那小朋友敏感 还是不敏感 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濕疹 第三个其实 都常见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 玫瑰仓 就是生玫瑰诊 那些东西 但是玫瑰诊 其实通常是不医的 因为那个和免疫能力 算是很大关系 虽然它是一个免疫反应 但是大部分的玫瑰诊 都可以在两个礼拜内自己小心 因为那个是过滤病毒 进入身体的结缔和鼻孤组织 然后它就会有机会出现了 先出诊再发烧 然后发完烧之后 那个诊就退了 所以那个是需要经过治疗 好了 这三个就是比较常见的 第四、第五个就没有这么常见 就是我们就叫手足口病 那你就要看回本身的阿萨奇病毒 是否有感染 那那些通常都是小朋友 爬爬的时间 然后在地上拿玩具咬 然后那个病毒就进入了个肠 进入了肠 之后就手足口 然后进入了身体 好了 热匪就是一个独特的时间 包括它可能只是 比如说 譬如妈妈 爸爸 很怕小孩冻了 然后呢 天气又不是那么冷 但是他又怕小孩冻了 然后爆到陷 那这些情况就容易 小朋友 他会出汗 一出汗 就醃住 所以出汗醃住 又会皮肤辣 又会生叶鬼 所以我们刚刚说 无论小孩有哪个类型的皮肤问题 奶鲜 小孩有濕疹 回归疹 生叶鬼 还是抢病毒 手足口病 好了 无论哪个皮肤或黏膜的一个病 你都不要去顾外找一些不恰当的因素 然后你会发现 然后走去黏下去 然后搞到自己的皮肤会计划一些长期和慢性的过敏症状 因为如果你说真的出现了一个过敏的先兆 你不单止吃下去的东西 你接触皮肤 甚至我们曾经有一些案例是很严重的过敏 原来不单止他爸爸妈妈的DNA问题 他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 在皮肤上接触过一些不恰当的接触炎炎 包括有些毛虫 曾经压过他的皮肤 或者有些昆虫 蚊叮虫咬之后 然后自从那次去完山区 被那些动物咬完 被那些昆虫咬完 然后他就开始 以后二三十年濕疹 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吃进去的东西 界定了每一个小朋友 BB 他本身会不会有花生敏感 会不会有海鲜敏感 会不会有芒果榴莲 会不会有奶制品敏感 吃的一样东西 接触的敏感 譬如有一些用Cotton的 它用Cotton敏感 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 这些全部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生一个小朋友出来 我们以前经常说 粗生粗氧 其实是好的 但是都要看 因为现在现代 我们很多的小朋友 生出来的时间 我们现在接触的世界 跟以前五六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是不一样的 那个年代 其实质敏源 是少很多 现在这个时间的水源 我们的空气污染 我们的抗生素 西弱的濫用 这些全部全部打疫苗的问题 全部都是会特别 令到小朋友的体质出现过敏 所以记住 刚才三个最容易出现的皮肤问题 以及后面一些接触性 或者不恰当的生活习惯 导致小朋友容易出现皮肤问题的原因 好 但是你说这么多样东西 我怎么知道自己会不会有过敏 那些孩子会不会出现 很简单 如果那个儿子是你生的 那个生父是你老公的 你两个有什么过敏 有什么不过敏 你们两个知道的 那些地方里面 小心预防大胆求证 对吧 对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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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什么会敏感的 那你都知道 你的孩子会不会有机会 在某些情况上出现的 譬如你全家族 对吃鸡蛋白也不会有问题的 对吧 你爺爺爺爺爺爺爺 你父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你儿子怎么会对鸡蛋白有问题呢 如果突然间有问题的 你只要去验一下DNA滴血认亲 看看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是很好的 虽然这个不是百分百精准 但是它可以作为第一步西传 先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对吧 先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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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些就是二组通婚 二组通婚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有些敏感原理 可能我们是华人 娶个太太是西人 或者娶个太太是印度人 如果他们有这些敏感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华人和华人之间 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 我们饮食习惯相同 很多东西就可能未必有这么多问题 对啊 对啊 这个就是我们叫生物多样性 同一时间的生物的筛选性 这个是很过瘾的课题 之后可以独特开一个人类基因的种族 然后同一时间会产生敏感的一个轻向性 因为我们说 跨距离越多 你的基因的组成是越乱 其实是有可能会构成了 无论是皮肤敏感 你的肠胃会不会敏感 譬如西人外国人 他特别容易与唐不耐症的 就是Lactose intolerance 就是他们有时候会喝点奶 吃点芝士 他会瘀肚的 好了 还有glycine free 为什么会肤质敏感呢 其实肤质敏感 外国人比华人和亚洲人多 我们吃米波帖 你吃盐 对啊 一混合了之后 原来你就不能吃小麦 接着你吃米饭 吃糯米 你就会敏感的 好了 如果你是成种亚洲人 其实这个敏感的倾向就会低一点 这个我们据现代的考古学里面计 这个就是和我们智人 和尼安德塔人基因的比例有关 尼安德塔人基因其实是越多 比例越高 其实身体是越壮健的 嗯 好了 尼安德塔人基因越低 智人基因越高 身体就是越弱 是很虚弱的 因为我们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研究 发现尼安德塔人的身体和脑部的容积 甚至比现代的脑部智人更高 所以它是比较适合一个野生和苛刻的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对抗病毒和对抗细菌的能力是高一点 但是武汉肺炎就是一个很特别的 因为现在科学家发现 原来他是专打尼安德塔人基因 反而是没有这么严重的症状 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再继续去研究 好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但是怎么也好 千万不要用一些和资料去负面自乃诊 这些是没有科学根据 和非常之愚昧 所以如果你个人读了这么多书 听到这样的肥婆 乱点乱点 你被他武点了 弄到你的小朋友身上去试验 你实在实在没有资格 尼安德塔人你没有资格做智人 你也没有资格做智人 你只可以做一个蠢人 OK 他可能不做这个北京猿人 是啊 好 今天就这么多 尼大夫 OK 好 下期再见 拜拜